好 剛才跟大家講 你要刮殺進場 要看自己有中山 車這裡對不對 車這裡還捏山斤 可是算人家還有一個 對 因為小時候 如果我們中暑很嚴重 有時候真的昏過去或幹嘛 你知道最殘酷 最殘酷的刑罰就是捏山斤 因為他兩個不是這裡是這裡 剛剛不是這裡已經是山斤了嗎 是腰下有兩條大的那個 對 因為我們這個有一個 是避神經蟲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急救 所以我們夏天 如果說你去到外面 外面如果中暑的話 你一定要放去比較涼的地方 對 一定要比較涼 第二個的話 這就是集中一個 還有什麼 用那種 來 用你的指甲或有錢的話 那時候因為很緊急 你就趕快用這個人中學 人中的話你就搓一搓 搓一搓 頭趕快要幫他躺下來擺滴 這個腦部的話 才不會整個收剋掉 這個的話 所以這種是急救的時候 你都不讓你這心體會有 對 不要… 今天很可能 今天我們國保綜藝董延齡 董醫師來信 他說綜藝的CPR就是捏這個刷 對… 急救的CPR 對… 古早 對… 真的要幫你指教一下 你總是都可以來 試試的這邊再捏捏 對… 好 我們講 消暑有很多方對不對 消暑方 一般 我們說不要中刷 但是買刷要吃比較有刷 對不對 對嘛 要比較刷的 好像比較好吃 比較好吃 這是一般可能會用的 就是會方便簡單消暑廟方 好 現在我們專家都有推薦 他們消暑的廟方 我們現在講蘇星 蘇星今晚是 騷擾裡面我覺得很特別 我們是怕的 這賣相況也不太好 不是 因為比較簡單的 都被其他人挑走了 所以我們就要出奇招 出奇制勝 對 因為事實上你可以看 其實最常見就是那是刷類 對 刷類 因為你去看那個上海士博 他們排隊的那個人籠 他們手上不是拿水壺 是拿一條大黃瓜 因為刷類是水分最多的 那大黃瓜為什麼比這一罐水好 因為大黃瓜除了水還有電解質 所以它同時是補充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日本人用的是什麼 冷味噌湯 冷的味噌湯 因為你夏天這樣你喝熱的味噌 你可能會瘋掉 可是涼料的味噌湯 如果你不要用那麼的太濃 用比較稀的味噌湯 它有好處跟剛剛一樣 第一個它有水 第二個它一樣有電解質 就是有其他的電解質 第三可能還有一點點的B群 還有一點點假 因為它如果加海帶 所以它一樣就是同時補水 補電解質的做法 而且它喝起來又比較好喝 你知道嗎 你都酸不酸 這資生醫藥記者是不一樣的 你應該把營養都設計在裡面 你又可以消暑 還說我賣相差 但是為什麼是這樣子 是這個味噌湯還要配梅子 梅子就是說如果你不習慣味噌湯的話 你可以用酸梅 因為一般來講 你會發現一到了夏天 大家都會吃那種有點酸 可以刺激我們 所以這個是單人就好吃 這個也簡單 它通常會讓你就是分泌唾液 會分泌的比較多 然後他們發現這些酸類的 對於那種夏季疲勞 因為你知道有些人一到夏天 就很神道道 這些酸包括檸檬酸這些 它可以促進你能量代謝使用率比較好 所以會讓你覺得 光拿著就會想要流口水 望眉之渴 好 那健馨呢 健馨是什麼 防中暑法寶是這一罐是什麼 檸檬水 那邊呢 其實我並不是專家 我喝這個其實老師可以糾正我 我只是單純 喝白開水我覺得沒味 沒有味道 我最初我就不喜歡喝茶那種 好 然後我用的方法 等一下老師可以糾正我 就是說我都是會把整罐 都是放冰塊 然後再加一點水 然後那個檸檬我大概會切半顆去切片 然後之前我去年買了非常多的 那個什麼檸檬的玻璃罐 我就整個都翻到冷凍 整個起來的時候都整個撲滑 所以我到時候 所以我們今天他一拿來 我說這不用塑膠的比較不好對不對 所以沒有 沒有 我還有這個 就是說我用鋼品 不需要鋼品 我不知道鋼品是不是可以的 只是說 但是它的保冰效果是很好 所以說我覺得檸檬水 是我每天 我大概早上要出門的時候 我都會切片 然後把它帶出去 的確像這個到了下午的時候 它都還有冰塊在裡面 其實我們酸的東西 本來就不建議說放在塑膠的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人為了要 就是不喜歡喝白開水的味道 所以他基本上 他會備這種檸檬水 當然我們覺得玻璃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因為玻璃太重了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捨棄 你剛剛用的鋼品其實也可以 就是說你不要用檸檬汁就好了 像有些人他用檸檬汁 當然就比較不好 因為你是用檸檬切片 切片裡面有幾支 所以其實它只是取淡淡的香氣 讓你覺得說你可以飲水比較 覺得比較好入口這樣 所以它這樣子搭配是好的 只是用這個容器換一下 這個是檸檬汁就對了是不是 因為他拿不出其他的寶 就拿兩個就放一個 我可以幫建新弄一個家味的 然後再分級版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知道夏天 其實我們台東出產 非常多的洛神花 洛神 我們知道洛神本身的話 可以清暑 可以解熱 又可以養血 還消脂 對 又可以消脂 又可以降血壓 所以的話你用洛神花 差不多煮個3分鐘 燜個5分鐘 然後再加一點蜂蜜 再加一點水 就是說你煮的時候加水 再加一點檸檬片進來 這個的話是一個夏天 非常的潔暑的 會潔暑 而且可以潔你 讓你不會中暑 而且又好喝 而且又可以減肥 又抗氧化 對 又可以抗氧化 又可以防曬 你看 又可以防曬 我可以再加一下 素晶的梅子乾嗎 好像這樣下去也不錯 可以加什麼山楂烏梅這些嗎 可以 那個就是我們所說的酸梅湯 我們酸梅湯 就是用這個洛神花 加烏梅 加山楂 加陳皮 還有加一些芋麻 可以 有些還加甘草 有些會加一點點桂花 又有一點桂花香 這樣煮起來就非常的好吃 因為酸梅湯 感覺要升級 對 這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的話 你夏天 其實我們今天介紹的很多 都可以吃的 而且對身體 都是非常的有幫助的 對 我們再來看盈盈老師 盈盈老師比較推薦 至少賣茶 還有綠豆水 對 那個賣茶 其實也是對像健新 適合他這種人 因為像有些人 他確實他不喝百開水 對 你通常夏天不是喝飲料 不然就是喝冰咖啡 你會發現說 其實有糖或咖啡因太多 其實也不適合 我們又鼓勵說 夏天要多喝一點水 所以你可以用 沒有咖啡因的賣茶 所以說基本上賣茶 其實它沒有咖啡因之外 你喝起來 它有淡淡的香氣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喝比較多的 對 我們醫院是用賣茶 然後加那個豆漿 加豆漿起來 其實他發現 它會有那種類似像咖啡的香氣 但是他就沒有那個咖啡因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提供給大家 對 綠豆水是因為 其實中醫也會用綠豆 來做一個清熱解毒的功能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吃顆粒 因為我們今天是講水 對不對 我們要補充水分 因為綠豆本身 它第一個 它是屬於高甲的食材 所以當你用水 去把它泡起來之後 你不要泡到綠豆開 就稍微讓那個甲融在水裡面 它可以幫助你沥尿 當你排尿多的時候 其實你就要記得 口渴了 你就知道要多喝一點水 所以基本上 紅豆水其實也可以 綠豆水也可以 它主要是幫助你 就是讓你去排尿這樣子 所以它的綠豆是不要煮開 就是悶著就對了 悶著就好 剛才楊主任有說 是我們英俗的人 可以吃綠豆湯 還是那個 楊俗的人可以吃啊 楊俗的人吃綠豆水 是綠豆水 英俗的人喝生薑湯 對 生薑湯 那英俗的人你要喝綠豆湯 希望你喝一點點溫溫的 當然可以 因為它也是很熱啊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這個的話 你自己要調配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百寶箱 打開的時候 你剛才說那個 是甚麼 我說土豆腐 土豆腐 這是軟凝子 所以這是楊素卿主任的 消暑法寶 對 因為可能坊間的人 太多都會喝一些飲料 我們知道夏天 是會傷到心臟的 對應到是心臟 我們知道夏天的話 你要顧你的心臟 還要顧你的腦部 因為心主 神智 足血脈 我們知道番茄本身的話 它是四個心事跟心臟一樣 所以它對心臟很好 又可以抗氧化 又可以神經 又可以止渴 又可以和皮 又可以健瑞 可是你給它切開以後 把軟凝子撒在上面 因為軟凝子的話 對腦部很好 每一個 它可以幫助你的記憶力 還有幫助小孩子 學習的能力 對不對 你會覺得這樣子吃 好像在吃藥 你給它切片 撒軟凝子在上面 回來 阿孫回來 一顆一顆給他吃 這個的話 對於夏天的話 顧你的心臟 又顧你的腦力 為什麼 因為尤其是在7月份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考試 考試不是只給他喝飲料就好了 你要給他用 番茄加軟凝子 給他當成一個水果來吃 幫助他的腦力 也預防我們老人家 預防老人癡呆 所以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 所以是切片沾那個 取代那個 少一點 對 取代梅子粉 對 這樣子 這個味道 滋味 好難想像 我沒有想過 等一下我們來切片 其實它很好吃 其實它非常好吃 還有常常有小朋友 回來是說阿嬤 或是說媽媽 我明天要去戶外 去戶外教學 教育 你要給他買運動飲料 我常常 小朋友跟我講 我就很猶豫 現在特董 伊伊老師 要給我們大姐 自製運動飲料 好 要怎麼做 再來跟大家報告 6月6號開始 健康友方在三立台灣台 為你夠健康 用最好看的健康資訊 最實用的養生法則 禮拜一到禮拜五 上午的10點 鎖定三立台灣台 健康友方 讓您健康N次方 所以開大椎兩邊的肩頸 你也可以這樣子跟他揪看看 好美喔 這比你剛剛好美喔 你看台景師 他這樣有中山嗎 他有 不是要吃那種什麼 烈豆湯什麼 什麼湯冰的 其實他要吃薑湯你知道嗎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 所以是切片沾那個 這個味道滋味 好難想像我沒有常過 禮拜一到禮拜五上午的10點 鎖定三立台灣台 健康友方 讓您健康N次方 脈匙看好清 吃了再安心 30年前 價格開始在台灣生產 製造貴格大鹽麥片 營料經過426道農藥檢驗 同時獲得兩項國家認證 一降檔過醇 再降提子方 請指明台灣製造 中文標籤 貴格大鹽麥片就對了 價格製造 安心保證 15周年のUniversal Studio Japanに 最大のスリルがやってくる 生意げ ぶっ飛べ Reboard The Flying Dinosaur 誕生 哇 吃JCP卡 帶你遇見關係 大阪 三天兩夜只要9888 再送樂園門票 一本旅遊專門家 可樂旅遊 都拿出來 愛吃美食 只要喝美膠雙鮮 嗯 為什麼呢 兩種纖維 雙重咕嚕 飯前前喝 杜絕油膩 飯後再喝 促進腸道蠕動 飯前飯後記得 一鮮 再鮮 美膠雙鮮綠茶 我們台灣人的電視台 二十九頻道 三立 台湾台 一般牙刷裁切研磨 比較粗糙 容易造成髮廊質 及牙齦受損 我推薦 德恩奈極淨細絲牙刷 全新素材一體成型 細絲刷毛 不傷髮廊質及牙齦 潔淨長鮮 能伸入牙縫及牙齦溝 預防蛀 護影短纖 能按摩牙齦 清潔尺面 給牙齒雙重保護 德奈極淨細絲牙刷 來了來了 啊 來不及來不及來不及 美鮮的Wondercore Smart 完美鮮條地塑造著 Wondercore Smart 抓不玩得 地下保養新觀念 要止漢同時美白 來自德國尼維亞 創立止漢新標準 98%滿意 長效止漢 更能有效美白 尼維亞止漢爽身美白系列 尼維亞止漢爽身系列 長效止漢更能保養肌膚 今天有方要送大家運動的水沙 答案要寫在我們的FB上面 好 今天的題目再次要考考大家 蘇星告訴我們 這題目很簡單就是 自日地愛外運動飲料 只要準備哪些簡單的原料就可以了呢 如果你剛才沒有看到答案 接下來這一段你一定要仔細看 因為答案應該就會在裡面 所以剛剛一直等著 等到現在也沒有白等對不對 因為你今天也上了一堂很寶貴的課 而且剛剛我們在廣告時間聊到很重要 看到歪熱蠟燭對不對 還有說要提醒大家是 家裡頭的插頭要怎樣 一定要出門沒有用的時候一定要拔 因為天氣非常熱 而且根據他們消防他們統計說 最常見的火災意外 其實在家裡面最常見的就是這樣 拱媽斗這種長期 它因為要讓燈亮著 它會一直插著電的 這種天氣大家真的可以跟拱媽講一下 說我們出門為了安全 我們可能拔一下這樣子 對啊 如果說像那個還有熱電 那個什麼 電熱水瓶 對不對 好 因為天氣太熱 超出你的想像就悶在裡面 對 還有很多那個電腦喔 喔 那個插頭好多喔 對 那也危險喔 所以我們要內服外用 沒錯 環境也要大家照顧一下 他們也要消暑一下 不過我們講 剛剛其實中醫師分享是 軟凝子加糖果嘛 對 吃看看怎麼樣 他說其實我們夏天也要去新火對不對 對 去新火又顧腦 這加起來 我覺得要加一下剛剛你的那個梅肉吧 還滿好吃的啊 吃不到什麼 對啊 吃不到 沒有奇怪的味道 對 所以小孩子的話 就是說我們因為七月份考試很多 沒有什麼味道 對 它非常的好吃 它這樣子的話 有些人會怕吃軟凝子的味道 就這樣子吃 沾給他吃 第一個 夠鬧 而且我們老人家也是啊 就是說讓腦筋不要退化 對不對 對心臟也很好 我們知道 其實這個對男生 攝護腺肥帶也 非常的好 所以建議你要多什麼 有什麼人可以吃嗎 比較不適合吃有嗎 有嗎 你量不要多 量不要多 對 當然你在拉肚子的人 你是不要吃的 因為它比較冷 好 我覺得這個其實 沒有吃到那個軟凝子味道 這樣子絕美搭配 好吃 好 我們講消暑廟方很多 今天跟大家分享 可是呢 消暑法NG篇 千萬大家不要犯 有請依老師來告訴我們 有時候在家裡熱會打赤膊吧 對 我是比較閉嘴 對 你不會 但這個是錯 不會打赤膊 這個其實 陰暑 這個真的五種是大家最常接的 而且這個真的不用開錢 就是不用開冷氣的 對 喝冰水 對 錯 好 其實喝冰水要講一下 因為很多人 其實你在外面很熱 你要補充水分 你又覺得說 我喝一般的水 溫度他會覺得更熱 所以他就一口氣 就喝到那種很冰的飲料 或是很 有冰塊的人 還喜歡攪冰塊 對不對 其實如果說你本身 其實如果有高血壓的 或是說 像很多上班族 他其實腸胃不好 你一下子太冰下去 其實你會發現說 雖然解熟我 可是你的肚子會痛 很多人是他喝冰水 攪冰塊 他覺得怎麼喝完之後 肚子之後攪痛 因為你本來就是熱的 你一下子太刺激 變冷 熱下去 對不對 所以吃炒冰也不行嗎 其實我們不太建議吃冰的 就是說一般的溫度 稍微比一般的那種水 再涼一點 應該說喝涼的就可以了 我覺得偶爾消暑 只是說你吃炒冰吃冷的時候 你不要說去熱到要死 一種的重點去吃 那時候可能冷熱一下 溫差差太大了 你不僅是血管 你其實腸道也會受炒 你會受炒 這中意就是說會去灑掉 對 所以有些人會變 會這樣子 會一直這樣子 對 好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也不要沖冷水澡 沖冷水澡其實是可以 但是它有技巧 因為你滾在外面實在太熱 你一定會流汗 我建議先把那個汗先擦掉 沖冷水澡很多人在用 但是要怎麼沖 第一個你不要一下子 就往身體沖 因為你其實你心臟在這邊 你血壓就馬上就沖上來了 所以我建議你要真的喜歡 那個涼臉的水 從抹燒這邊拍拍拍 對 抹燒神經先沖 然後腳先沖 然後再慢慢適應溫度 再沖涼一點的 不一定是要冷的 涼一點的水這樣子 好 那打刺膊的話 其實你知道打刺膊的話 你還是汗要擦乾淨 那它其實也是一個散熱的方式 但是基本上 你不要打完刺膊之後 已經流汗了 你再去吹那個電風扇 就有點像跟你吹那個頭髮 就是剛洗完頭 去吹電散 這樣不太好 對 你可以先把頭皮吹乾了 外面才用涼的 稍微把那個髮 把它吹乾這樣子 因為你這個其實很多人 會有頭風 中醫講頭風 頭風 頭風 對 然後睡地板這個很多人在睡 這是比較涼快 但是我覺得這一招 倒是還滿節能省電的 就是因為現在實在太熱了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那個涼一點 有涼洗不是嗎 對 涼洗 我覺得你可以用涼洗 第一個你可以省電 然後節約能源 但是基本上 因為其實你發現現在 夏天很容易下雨 所以其實地上很多濕氣 所以怕你濕氣的溫度太高 所以變成說 你還是墊一點床墊 或是墊一點涼洗 你會比較舒服 好 所以這五個最常見的錯誤消除法 我來普通一下這個睡地板 好 我常常針灸科 就一大早來 唉唷 醫生我骨頭痠痛 為什麼 因為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整個我們這個背部是羊 羊睡在陰的裡面 整個濕氣全部都進來了 我們總有一句話叫做 東不做石 下不做木 因為木頭會吸濕氣進來 對 所以還是要墊一下 對 還是要墊一下 沒有 那個年紀輕的都無所謂 等到年紀大了 50歲以上 可能痠痛就很多 對 還是預防剩餘治療 好 最後 也是我們的 剛剛蘇姊姊剛剛預告 再預告很重要 輕鬆另外運動飲料 現在不用花多少錢對不對 而且是感覺好像更健康吧 好 材料 我們只要準備四個元素 第一個一定是水分補充 你看運動飲料裡面 有很多的電解質 但是我們今天很簡單 我們就用鹽分 因為鹽分其實最容易流失 然後再來就是砂糖的部分 運動飲料其實它加很多果糖 那我們今天不用 我們今天用砂糖的部分 砂糖其實可以迅速補充能量 所以如果你這個準備好之後 你去跑一點馬拉松也可以帶這個 OK 如果小朋友出去太熱 依老師 那我可以用蜂蜜嗎 其實可以用蜂蜜 但是因為你用蜂蜜你要用更多 它才會喝到那個甜味 所以用砂糖最直接的 它其實你就可以喝到那個甜了 檸檬汁其實就是運動飲料裡面的有機酸 檸檬酸 所以其實它可以迅速補充能量 其實你可以這樣做 很簡單 搭起來是很棒 現在是我的小朋友要說戶外教學 就幫他做這個 對 可以加一點冰塊嗎 如果說你帶出去外面的話 你可以用一點點冰塊放進去 讓它亮亮的 對 對 所以這是很簡單 大家把它記下來 好 今天就是準備我們一公升的水 對 然後我們大概就是加 加一點鹽 就半茶匙 因為你知道流汗 鹽是大小茶匙半茶匙就好 對 半茶匙加一點鹽 好 然後另外我們可以加檸檬汁 跟那個健新借一下檸檬汁 對 就是兩湯匙的檸檬汁 檸檬汁 這是有機 你說是 對 檸檬酸 檸檬酸 好 然後再來四湯匙的這個 這是糖 砂糖 對 今天這罐頭在拿回來 我是想問你 對啊 這應該味道不錯 應該不錯 好油 有一點酸 甜甜的 而且看看糖加這麼多 我就想喝了 所以他叫運動飲料 你是螞蟻 對啊 因為運動其實外面也要補充一點點 對不對 對 所以楊主任這樣OK嗎 綜藝這樣看OK嗎 對 然後鹽跟糖 然後加一點檸檬酸 因為你有時候運動或是外面 你會覺得很疲勞 有一點檸檬這樣子 方便方便對不對 對 而且這可以補充 所以入跑的時候也會